歧視局跟泰國越南菲律賓警方 聯合破獲了台灣人 成為詐騙集團的金主跟指導幹部 結果呢 竟然是到東南亞去設點 還聘請翻譯來指導泰國籍的勞工 來進行電話詐騙 被害人都是無辜的東南亞民眾 被騙金額高達三千多萬 菲律賓警方刻槍實彈 從別墅大門一路往內突破 先在大門口壓制了一名台灣籍嫌犯 接著在屋內控制所有詐欺機房成員 這個電話詐欺機房設在菲律賓 在當地招募泰國人 用假檢警的話數跨海詐騙無辜的泰國民眾 而組織管理機房的總監幹部 還有出資的幕後金主都來自台灣 台灣警方掌握情資 發現這個詐騙集團都在東南亞國家移動 由成信男子為首 找了由詐欺背景的兩名同伙共同出資 一開始花了三百萬 在菲律賓組了兩個電話詐欺機房 在去年六月第一個機房被當地警方查獲 就將據點轉移到越南 還聘請了華僑當翻譯 招募泰國籍的電話時候 鎖定泰國人詐騙 大概有五十多人受害 不罰索得三千多萬 到境外設機房詐騙其他民眾 當然在證據的連結上面跟茶器方面 都會有相當的困難度有增加 所以這應該是他們選擇往境外的原因 台灣詐騙集團成員為了躲避茶器 轉心成為技術指導 第一線的詐騙行動都交給其他國家成員來執行 主要負責資金跟組織管理 被想到警方透過跨國合作 從國外一路追回國內 將整個詐騙組織一網打盡